下面我们就要开始定义RN当中一些参数的问题了 这块其实我们也可以指定就是你用哪个CPU去运行 或者说用哪个GPU运行 这里咱们就不指定 咱们就用它的一个默认的就可以了 首先呢就是咱们中间隐层的一个参数 这个的意思就是说 现在我们不是要构造的是一个由输入 然后到中间神经元嘛 咱们刚才不是指定了 咱们的一个神经元是有128个嘛 128个神经元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是我要把输入的一个向量 转运成一个128位的向量吧 所以说我的第一步就是说 由我的输入到我的这样的一个隐层 这里又给它定义成一个TensorFlow的一个Variable TensorFlow的一个Tensor的格式 然后在这里呢我们需要指定的就是 它的一个处置化的方式 我们用这样一个TensorFlow.Random Random.这样一个Uniform 然后里边我传进来一个Shape就可以了 传进来的一个Shape咱们得想就是说 现在我们的一个Shape是多大呀 现在我们的一个Shape就是说 一共是有多少个单词 一共是有多少个词吧 所以说我们是有个Size 但是Size呢还有加1 加1啊就是说 现在我的一个Size不光是我的一个词汇 我还有一个中指符吧 还有这样一个大E 所以说需要把我这样一个中指符啊 也考虑进来 然后呢这就是我的一个 整体输入的一个Size 然后呢中间还有一个RN的一个Size吧 RN的Size就相当于是 RN的一个Size啊就相当于是我们中间一个隐层啊 它要给我们生成多少维的一个数据 然后你要指定啊 它的一个收入的值 它的一个区间 我就让它是从正1啊到负1之间就可以了 这里啊我是用了一个RNSize啊 看一下它给我怎么报了一个错呢 RN的Size我没有指定吗 RN的一个Size 啊这个没问题了 然后啊现在就是说 我做了一个由输入到咱们中间的那个隐层 到这样一个128倍的向调 然后呢我还需要指定的 就是我的当前的一个输入 我当前输入等于什么啊 当前输入啊可不是我们所有的词吧 当前输入是我所有词当中的一部分吧 比如说这个Best当中可能是一些词 那个Best当中啊可能是另外一些词 所以说啊我需要进行一个Lookup Lookup的意思啊就是说 在这里去找啊它是属于哪个词 所以说在第一个参数就是说 把我的整个的大的映射拿过来 然后呢第二词就是说 我们的一个input data 我找一下啊这呢 这是我传来的一个batch吧 在这个整个大映射当中 找我当前这个batch啊 它映射完是什么东西 这个就是我第一步操作 咱们先啊把这个一个input给它拿出来 有了一个input之后啊 很显然咱们还有一个output吧 咱们来写吧 output 咱们的一个output 的一个output output啊伴随的就是 不光是它自己了 还是有它的一个last state 相当于是咱们跑完了一次啊 sate咱们跑完了一次这个lstm的网络 然后这里啊就是说 咱们要定义一个lstm网络的一个输出值嘛 所以说这里我们需要指定的是一个dynamic rn 这个官方啊也是这么给咱们推荐的 就是说它呀也说了啊这个rn里边有很多种执行的方式 但是哪种最好啊它是推荐咱们用这种dynamic rn 可能啊之后的一些方式要被取消掉了最后可能没准值保留出来这种方式 所以说啊在这里啊咱们就直接用这种方式啊执行rn就可以了 然后呢我的一个基本单元咱们刚才费了半天劲写的这个cell 然后呢我还有一个input吧 咱们指定好的一个输入 先通过这个batch找出来的对应映射的一个维度 这是我的一个input 然后还有一个处理化的状态 initial的一个state initial的一个state啊 咱们让它进行一个zero state吗 先把它给它传进来 这个啊就是我当前我的一个rn啊 它的一个output 还有它的一个laststate 然后啊我要对我的一个output 再做一点变换 我们来看 我们用tensorflow它的一个resharp操作 对谁变换呢 对我的一个output进行一个变换 然后啊给它变换成什么样的大小啊 给它变换成就是 输出啊不就是一个就是那个rn的一个size吗 所以说现在我需要给它变换成的是一个rn的一个size的大小 sse 让我来找一下 还得复制一下 我的rn的size呢 这呢 给它啊做这样一个转换 咱们现在做的啊 就是说还没有去加上那个saltmax啊 得到是中间的一个结果 然后得到中间结果之后啊 咱们再给它映射成一个概率值 所以说我先啊给它映射成咱们的一个 就是由咱们的一个输出啊 对于每一个词 它的一个128倍的向量 咱们先吧 把它给它拿到手 给它resharp成一下 这样一个output 有了output之后啊 咱们还有的一个 就是一个 vase和这样一个bias 咱们的一个vase和bias 就是说 咱们现在的这个output啊 不是最终的一个结果 相当于是 一个网络啊 咱们的网络不是这样式的吗 通过这个网络 这块有一个值 然后这块有一个值 在这一块啊 就是说我们这块是w0 这块是we 咱们现在做的是说 我由这个w0 得到了中间的128倍向量 那我是不是要由这128倍向量 得到你属于每一个词的一个概率值啊 咱们上面就是说 上面这个we连的 不就是这个128 再乘上一个词的一个个数吗 比如说是4万个词 你就乘上了4万 咱们现在这个output 相当于是中间的一个 中间的一个结果啊 相当于是中间这个rn当中这个记忆啊 不是记忆啊 就是中间啊 它的一个隐层的一个中间结果 128倍的一个向量 然后呢 咱们要把这个128倍向量啊 进行了一个映射啊 所以说我指定一个waith 还需要指定这样一个bears 同样啊 我们还是用tensorflow的一个variable的格式 然后在这里呢 我们对于个对于啊 这样一个waith waith啊 通常情况下 我们不是用那个高丝处置化的嘛 所以说在这里啊 我们是用那种高丝处置化就可以了 想一下它这个trun 哎呀 它还没给我提示 我这个单词啊 都快记不住了 在这呢 给我提示了 然后啊 需要指定的就是我们的一个size嘛 我们的一个size是不是说 有我的一个rn128倍 我把它直接给它写出来 我的一个rnsize复制过来 它是128倍的吗 由128倍映射到多大 映射到我词汇表的个数吧 词汇表的个数是我的一个 咱们刚才写在哪 它的一个size 因为呢 还有中指符吧 所以说咱们要加上一个1 这就是啊 我的一个byars 然后有byars之后呢 还写这样一个waith 这个waith啊 也是一致的 我给它复制过来吧 复制过来 只不过说 关于这个啊 这个小b啊 咱们的偏置项啊 它要求就没那么多了 我们通常情况下啊 就是给它指定成一个零值 或者是就可以了 一般我们都是用zeros来进行处理化 然后指定它的一个shape 它的一个shape啊 就是等于的是 我们的一个输出的一个结果 它是跟输出啊 是完全对应上的 我直接让它的一个shape啊 就是等于我的前面的输出 跟w啊 后面是一致的 这样它就得出来了一个小b值 有了一个小b值之后啊 我们来看 这块w0w都有了 咱们先不考虑中间那个东西 中间那个就是在咱们那个 dynamicrnstyle里边去做了 然后呢 咱们现在是不是得到了一个 要得到一个结果值了 我就可以把这个结果值拿出来了 因为一会儿啊 咱们要使用那个 cross entropy那个交叉商loss嘛 所以说啊 就写成它的参数名字吧 咱们的logis就等于 tensorflow.n某块下 n某块下呢 有一个bios的一个add 我们用啊 这样一个bios的add 里边传进来的 先是一个w跟我的一个 中间层的输出进行组合吧 所以说它是一个mat的一个multiply 就传这么多东西 然后呢 我需要指定啊 咱们两个量吧 第一个量就是 我得用我的一个中间啊 咱们中间神经元128维的 再乘上我这个vice 就得到了最终 属于每一个单词的一个 得分值吧 或者说是一个 就是一个这样一个得分值 然后呢 这就是我的一个logis 然后外面啊 外面还没完 外面还需要加上吧 加上我的这样一个bios项 这个它有个参数 就是一个bios等于什么 bios我就等于 我们之前指定好的这个bios就可以了 现在啊 咱们就完成了啊 这样一步 从前到后的一个结果 这个网络还是比较简单的 然后呢 有了这样的一个网络之后啊 我们要 就是要指定啊 咱们的一个目标函数吧 指定目标函数之前啊 我们先把咱们的label做一个变换 因为啊 咱们现在的label就是 现在我们这个label是 它是属于哪个词吧 咱们做label 比如说 我今天打人球 我后面是一个金 金后面是个天是吧 但是啊 这种形式不方便咱们预测 咱们要预测的 可以说是一种soft math形式 就是说 当前我这个词出来之后 得金的一个概率 得到 得天的概率 得打 得辞 得于 所有咱们词汇表当中 任意一个词的概率 所以说 在这里啊 我们是不是需要把我当前词 做一个完好的ecoding啊 咱们做这样一个读而编码 这里呢 我们需要啊 对咱们的一个output 进行一个resharp的一个操作啊 就是我的一个output data 不是我当前这个output 是我最终的output data 我的一个输出值 我的一个输出值啊 要给它做一个变换了 给它变成什么 首先呢 给它变成一个一个的 传上一个复义 然后呢 我需要指定它的一个dips dpth dips啊 就是说 它是等于咱们有一个词汇表的一个 哦 再复制过来 咱们不是有个词汇表大小吗 词汇表大小 这样它加1就可以了 相当于啊 是帮我们的labels 做了这样一个变换 做了这样一个变换之后啊 它就是啊 那么一长条 然后有byte呢 它就是一个byte 乘上那么那么多大长条 这里啊 咱们现在指定好label了 有label之后啊 就可以指定这个loss了 终于要指定这个loss了 指定完这个loss了 咱们基本上啊 就快完事了 这个loss啊 咱们用那个saltmax crossentropy 一般咱们分类任务 都是用这个saltmax loss进行分类的 然后呢 里边需要两个参数 一个是你的一个labels等于 一个是呢 咱们logis 相当于是我的一个预测值等于 logis等于什么 latables就等于我刚才做好的这个labels吧 logis呢 是我们之前的一个预测值吧 预测值在那 预测值在这呢 现在是不是说 我们把咱们的真实值 还有预测值都用上了 然后啊 指定好了这样一个loss之后啊 接下来我们还是需要把loss 进行一个reduce mean 咱们先是 给它算一个平均值 我们的一个 我先算什么了 就算一个total loss吧 指定一个total loss 一会儿到时候咱们要展示的 total loss等于tensorflow.reduce的一个 这么多 reduce一个me 咱们求它的一个平均 在reduce mean里啊 我们只需要把我们当前的这个loss 传进来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啊 是不是我们就可以去训练这个网络了 训练这个网络啊 就比较简单了 我们就是按照之前同样 同样逻辑 我们指定一个total operation 咱们total的一个操作 等于tensorflow.reduce 咱们的一个total模块 它的一个total模块下 然后呢 我们可以用total下降 也可以用这个adm啊 到时候大家 都可以试一试啊 就是不同的 我虽然还没试那个total下降 那个东西 tmizer 然后呢 传进来的是我的一个学习率 咱们啊 去优化一下 就是点 meinem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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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的一个total loss 这不就可以了吗 我们现在啊 就是啊 在咱们的一个训练忙下 我去进行一个训练 进行完一个训练之后啊 那接下来就是说 呃你想不想存下来一些东西了 咱们刚才不是指定了一个and points吗 这里啊 我就不一个个去写了 就给大家说一下吧 到时候大家看代码就知道了 呃在这里啊 其实我要存的就是 呃我们可以存一些东西 咱们这里就是可以存咱们的initial state啊 output啊 total loss啊 loss啊 之类的 这些啊 就是你可以把你最终想要的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都给它存进来 存进来之后啊 咱们就可以得到当前的这样一个结果了啊 咱们就是通过这个and points这样一个字典 把我们的结果传进来 结果传进来之后啊 我们就可以把最终的啊 这个结果再反而回去就可以了 谢谢大家